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金頻道, 今集就要來同大家再更新一下大陸那邊疫情的最新情況啦。 根據新聞消息,現在最大的方艙實驗室就已經是起用了, 我們就一齊看看那邊現在是什麼情況先啦。 大陸的日檢測量最高可以達到150萬人次的方艙實驗室就在11號在揚州國際展覽中心投入使用, 現在是大陸規模最大的行動實驗室, 就可以大幅提升揚州的核酸檢測能力和速度,從而有效地控制到疫情。 根據資料,揚州現在每日的檢測能力是提升到450萬人次左右, 根據香港文匯網的報導,由於揚州的疫情還處於爆發期, 新確診病例持續居高不下, 這個城市的主城區已經開展了第六輪的大規模核酸檢測。 為了提高核酸檢測能力和速度, 揚州決定在這裏起用第七套移動方艙, 建設更大規模的聶英號試驗室。 實驗室負責人就說,在接到江蘇省衛健委指定後, 他們僅僅用了一日半時間完成所有搭建、設備、調試等工作, 整個實驗室分成兩組,一共12個氣膜倉, 每一組氣膜倉就配合一個試驗準備區、 兩個樣本準備區、兩個抗爭分析區, 就可以做到試劑配置、加氧提取、抗爭自動化、 和自動分析導出報告的核酸樣本檢測、 全流程的訊息化。 這一個實驗室兩組硬氣膜倉, 日檢測量可以去到15萬館的, 如果按十運一採樣方式, 每天可檢測到150萬人份, 是可以大大龐提升陽周的核酸檢測能力。 在之前, 陽周就在8月7日做了7日移動PCR 方艙�縮, 日檢測量可以去到70萬館, 同時可以根據實際需要緊急擴充2萬款, 再加上城市的核酸檢測基地、 市縣疾控中心和第三方檢測機構等PCR試驗室, 揚州市區每日可以完成300萬份檢測。 今次聶英號試驗室頭暈後, 揚州的檢測能力將會再次提升到450萬人次一日。 揚州那邊其實不是檢測很多次了嗎? 上一段新聞我見到都已經是檢測了5次了, 為何今次還要再啟用多一個這麼大型的試驗室去做檢測呢? 現在的檢測量是可以去到450萬人次一日。 要按照網上的資料那裡的人口大約只不過是450萬左右, 即是說現在要一日做完整個揚州的檢測, 如果要做到這個程度是否代表實際情況可能就好嚴重呢? 因為如果是用正常的邏輯的話, 基本都不會突然之間要加大個檢測量吧? 不過講回頭啦, 就是大陸那邊其實都真是厲害的, 用了大約一日半的時間就可以砌到個流動性不失出來了, 個速度都真是算快的, 看來這一套就應該是大陸那邊為了可以隨時加大個檢測量而設的, 而現在做了咁多次檢測都還要做, 每次測完又要多些確診出來, 甚至有人在檢測站被人交叉感染了, 這一個檢測的方法是否就真是有效呢? 我真是不會回答啦, 你們又怎看呢?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我知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 拜拜!